李成龙剧断八田羽翼同向头部图联合报系资料照片分享 台南乌山头水库八田羽翼同向 去年4月15日清晨遭中华统一促进党成员李成龙与友人邱敬伟 实现剧断头破坏 台南地院认为两人剧断同向头部 拍拍照上网公告周知 宣扬犯罪成果 法治观念淡薄 加上遭窃头部弃经未寻货 两人没合结也没赔偿 依毁损罪判处理五个月 秋四个月有期徒刑 均可以每日一千元一颗罚金 全案可上诉 判决指出 去年4月14日下午有李开车搭载 邱入住乌山头水库风景区湖近度假会馆 先勘查八田羽翼同向材质 再一起到六甲区一间五金行 以465元购买剧公益之鱼九片剧片 4月15日凌晨 由李成龙割剧同向头部 邱警伟在旁把风拍照及偶尔帮忙割剧同向 剧下同向头部后 两人分别拿着拍照 即将同向头部放回原处后离去 16日上午水利会员工发现有意报警 2 util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